去年国庆烟火在新竹施放 绚烂花火点队整片夜空 而今年烟火秀相隔12年 再度移回台中港举办 有观光传业者就瞄准这波商机 推出海上烟火团 带游客到外海观赏花火美景 想感受渔人的辛苦 还有夜调体验活动 我们一开始出去 可能就先在船上让各位来宾 先边坐船边诱餐 来之后到达我们目的地的时候 我们沿路可能就会慢慢的施放烟火 在一个安全区域里面做施放烟火的动作 来之后可能依照当天 如果风浪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在船上 应该都会让各位来宾做 感受一下船吊的活动 因为海上没有建筑物阻隔 且光害又少 从海上看向陆地 烟火也特别璀璨 再加上沿岸的灯火夜景 相信会是难得的体验 而业者为了能够在甲板上安全释放烟火 事前可是做了不少准备 确保每位游客都能玩得安全 小火苗它还是会滴到下面去 所以我们下面特别铺那个石棉网 可以耐热好几千度的那个石棉网 在那个炮座的下面 所以这是安全的一个措施 最基本的措施 对 最近一直到10月底 每晚都推出体验行程 在海上不用担心肚子饿或无聊 有新鲜海产以及街头艺人表演 目前以国庆日最夯 定克率已经超过6成以上 想要从一望无际的星空外海上 欣赏璀璨花火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道